這個主題就是這個雲端的 我要先問一下老師 請問您平常在收集您的那個教學資料的時候 整理您的教學資料的時候 您大概都能用 最常去的當然就是上網也是一種方法 對不對 那除了或者說您有自己本地有拍 或者是有寫一些東西 那一般我們最常用的 比如說您去圖書館去上網 請問老師還有在用我的最愛嗎 老師大家說我會用我的最愛 你為什麼你的最愛很扮愛 因為每個都愛 所以愛到最後你的最愛好多 每個都是我的最愛 那每個都是就等於每個都不是 因為很久 有些網站很久都沒有去看看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打造那個雲章 這要故事在於什麼 因為叫網路方便 所以其實加到我的最愛的 這個以我自己來講我的最愛 我現在真的還不太用 因為我發現找我的最愛還不如問Google 因為Google找到更多 好那但是這樣也不行 完全靠Google也不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當地 你要怎麼樣找到這個雲章資料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呢事實上我們比較常見的就是 會有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老師常常聽到三銀進雲 對不對 現在多一幕 包括你的電腦平板手機對不對 那再加上這個雲章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透過這個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因為裝置太多 求老師有幾台電腦 不能不能講幾台電腦 應該說有幾個裝置 哈哈 你自己裝整的 學校至少一台到兩台 對不對 家裡最沒有一台 兩台 還有你的手機 有人還有平板 多多五六台 你的最愛 有方法每一台都同步嗎 可以可以設定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沒有設定 你就會發現 怎麼只有辦公室才有我的最愛 家裡就沒有我的最愛 你曾經找過的 你就找不到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利用雲章 讓你的一些資料能夠同步 能夠讓大家走到哪裡 好像就是 比如說就是你的辦公室 就是你家裡一樣 就比較方便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看 以前我們用個人電腦的時候 主要都是用檔案管理 就是做檔案管理 就是做檔案總管 那你還會有一個密碼管理 那你會透過瀏覽器 對不對 但是現在我們透過雲端的同步 雲端同步包括幾種方法 像Google的是比較少做的 他以前叫Google文件 現在叫Google的雲端硬碟 好 那另外呢 他還有請注意 另外這個微軟最近也加進來了 因為他要搭配什麼 他的Windows 8 好 所以現在呢 微軟 最近微軟有一個叫outlook.com 老師知道嗎 有一個他現在有一個網站叫outlook.com 那這個網站呢 事實上就等於是 老實講就是跟Gmail一模一樣 跟Google的一模一樣這樣子 可是至少這個巨人總算有動了 他在不動下一個被淘汰金盤 那另外比較有名的最早做這個硬碟的同步的是這個叫Trobar 那透過這些您都可以做 那麼其實不只是這裡 我們呢還有什麼 有一個RSS 我這邊還沒有寫到 有一個RSS在雲端那邊的 這邊雲端的 RSS 這個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先看到的就是說 你在怎麼樣去做同步的動作 當然 如果說萬一你的裝置之間 要彼此連線的 您可以通過比如說類似像Gmail 然後這個應該可能這個比較有機會用到吧 Gmail就不同 遠裝連線的部分 比如說你不同裝置在辦公室裡面有兩台三台 可是又懶著就跑到那邊去 你就可以用這種遠裝連線 不過現在有些工廠機關室這個是封掉的 比如說像我知道 像那個衛生署的部分它就封起來 水利署也封起來 因為這樣會有漏洞 別人也可以進來嘛 對不對 方便之語就會有安全性上的考量 所以這個看你 不過原則上在學校大部分都沒有比較多 所以這個是您可以參考的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先看一下這一塊 如果您還在就是用個人電腦的時候 檔案管理 老師現在用的作業系統 請問是ST還是Windows7 還是已經到Windows8 Windows8我想可能老師在用大概會不太習慣 我自己也覺得很難過 就是要適應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點 因為變成動態裝 動態裝的方式可能不太 不太習慣了 就像這個Windows7一樣 剛開始也是怪怪的 好 那如果老師您用的已經是Windows7版本 一定要會善用這個叫美食櫃 以前ST裡面叫做什麼 我的文件夾 請問老師有沒有那麼快都放在我的文件夾 一定都沒有 因為就不方便 因為它就是放在西草裡面對不對 除非你在另外指定地方 可是指定也是指定一個而已 但是我們都小兔有三窟 你的資料絕對不會那麼快 就放在那個資料夾 你可能這裡也放 那裡也放B槽 C槽 E槽 對不對 有很多地方 所以其實到了Windows7 這個媒體櫃老師也要善用一下 因為它已經變成捷徑的概念了 媒體櫃還是叫做類似我的文件夾 只是它已經變成捷徑的概念 所以 比如說您可以看到 像我這邊 我自己的媒體櫃 你可以自己新增 你可以看到像我的資料 在這邊 有沒有 我常用的我就放在這裡 可是這些呢 並不是在同一個資料夾 所以我可以在某些地方 比如說我點過去 教學 剛好這幾個都在 對 我一點了 全部都過來了 對不對 雖然是在媒體櫃 但是它並不是在西草 好 並不是在那個 單一個目錄裡面 我可以像這樣就很容易的就到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說您某一個資料夾 比如說AVSA我常常用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常常用 那我就把這個資料夾 你可以把它加入到媒體櫃 其實這樣就是變成捷徑的概念 所以這樣的話 您在用就會比較好用 就會比較好用 這是第一個要跟 小資產介紹 如果您已經用Windows7的 那麼Windows7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大家一定要會的 當然這個都是用Windows8 都一樣的 就是您要會一個什麼 全文簡卒 以前我們在SP的時代 您要找這個什麼 找資料 我相信您用那個掌握總管的搜尋 請問大家體驗覺得如何 慢沒關係 可以慢慢來 但是要找得到 文財集水國 對 慢又找不到 那時候 心情就不太好 所以呢 現在Windows7只有資源全文解鎖 那你要找的話 我們會比較建議 老師可以用這個 這個快速鍵 有沒有 Windows那個按鍵 微軟那個符號 加上F 換了 這樣 用這樣 這個 有沒有 一樣就有了 那麼最重要的改變是 他資源全文解鎖 所以今天如果說 您要找的是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看的 提升工作效率 好 一找 您會看到 資料假游 你有發現檔案裡面有找到 有沒有 好在這邊 所以是資料假游 我看一下下面 它會像這樣把你標示出來 如果資料假裡面 比如說我找另外一個 好了 這裡 這裡看到了 好 您看到文件裡面的標題 有沒有看到文件內容 有沒有找到 對不對 所以如果您已經用了Windows7 反正很多時候 你 用性版本是被迫的 被迫的也要知道新功能 對不對 也要善用一下 不管怎麼樣 你看走 這裡已經用了 就這個 其實都需要把它弄得好 那這些 有沒有 你看這邊也有 所以這個是您在Windows7 時候就要會的 那至於說這裡有那個 沒有用過的快速鍵 您可以參考看看 我這邊 有那個網址 您也可以用這個關鍵字找 其實有一些快速鍵 您在去參考就好 我這邊就先不講 因為時間比較不是那麼多 我就先講這個 那但是這個 下面這個您就一定要會 您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常常要簡簡貼貼的 同學的報告也是 都是簡簡貼貼的 我們現在是有的 也很多都是簡簡貼貼的 那 什麼東西會經過簡貼負 文字 檔案 圖片 對不對 主要就是這幾種 可是Windows那邊的檔案 那個 那個什麼 簡貼貼好不好用 不好用 它永遠只記得最後一次 所以您看 我剛剛製造已經做很多的 那您看 我剛剛有做過的 很抱歉 全部都有記起來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有推過這張圖 我隨時要的時候 這裡也要一個 我就來 給他 進來 你有沒有看乾淨 所以這個簡貼貼很重要 而且這個 重新開機之後 還在 他不會忘記 這樣對我們來講 就方便很多 那比較極端的例子是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 好像一個資料庫來用 老正們去過法院 聽到這兩個字都不太想去 我也 我去過一次也不是日院的 我是 我不是被告 我是去做善人的 但是法院裡面有一種輸入法 叫做什麼輸入法 就是追音輸入法 那個書記官在練 為什麼 因為他們常常有很多名詞 是一串的 譬如說 他要唸中華民國 但你怕中華民國 只要怕細菌 但是他把它變成一個詞 好像變成一個快速鍵 按一個 有某一個快速鍵 中華民國就輸了 這樣是不是可以加快它打字的速度 所以他們把那個叫做追音輸入法 你也可以類似像這樣 就是把你常用的 把它整理起來 那這個軟體 在我們剛剛給老師資料裡面有 這個不用安裝的 免費的 也是中文的 老師回去之後 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開機的時候執行 就這樣而已 好 您看 您的檔案是在這邊 有一個叫BITTO DiTTO 點進去 這都中文的 您可以選擇 你就是試過32會員的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哪個版本 請通通都用32會員 那都可以用 所以您點進去之後 裡面就是他執行檔案的音量 那執行的時候 在右下角會出現這個符號 你在上面按右鍵 按右鍵 都是中文的 有一個選項 你回去唯一要做的就是 那個地方把它打個勾 就這樣而已 因為這種動作 是要開機的時候就執行 就是幫你記住的 就幫你記好了 那 綠色的話呢 它應該是紀錄好像是50次還是100次 最多可以到1024次 但是有時候記憶不要太大 不要什麼都記住 反正超過這個範圍 它就重頭 就清掉重頭 那當然也有某些時候呢 如果老師您看 像我在這邊 如果您覺得這張圖片 我以後就常常會用到 或某一個文字常常會用到 您可以告訴他 拜託 請你不要刪除 有沒有 那下次 檢貼簿隨時就可以拿出來用 就很簡單 找過的都可以 你也可以說 比如說 我們在這個內容編輯 如果說你摳過來 我發現這樣不行 我可以直接編輯這個 檢貼簿內容 編好之後存檔 下次摳過來就是正確的 另外還有一個最常用的 出現的情形就是 因為 我們常常在網路上 有沒有這樣剪剪貼貼 老師有沒有發現 不管您直接在Word 貼到簡報 貼到一些軟體裡面的時候 那些格式都會帶過去 網頁上的格式 是不是都帶過去 你如果在Word裡面 也許還有機會 就是就一次機會 他問你 你要什麼方式貼 可是如果您 不是用這些軟體 那有時候就有困難 我貼過去了 哇 我要的 我不要那個格式 我只要內容 所以以前我們大部分的做法 就是會打開那個記事本 在裡面穿他們一下 貼上去之後 格式不見了 然後就把它存文字扣出來 再貼到外面去 對不對 但是這樣比較麻煩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摳了這一段 可是我只要它的存文字內容 比如說我想要貼到我們的這個裡面 我想要把它當作一個註解來用 速解 如果這樣直接貼過來 把這個 這個已經去除格式 我打開我們的Word好了 下午剛剛這樣直接過來的話 一定會有一些格式在 那你把它貼上來的時候 有沒有 就是這樣 你在Word只有一次機會 可是呢 萬一你沒有選的就完了 可是我們在這邊很單純 按右鍵 有沒有用存文字貼照 進來就只有存文字而已 所以你就不用再打開其他軟體 再來這邊 所以這個是很單純 可是對我們在 老師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確實一個很方便的 那這幾個部分呢 是我們在單機裡面 老師就會遇到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先把這個部分呢 先跟您稍微說明一下 好單機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看 要看的是 這個資料的部分 很好